来就是针对上个礼拜的electro-migration 做个复习,很快的复习 那什么是electro-migration呢 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它基本上就是 当我一个材料遭受到一个电厂 施加一个电厂的时候 然后我的电子流会去推动我的原子移动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electro-migration 那当em的当current density很大的时候 我的电子流非常的大 所以它就会推动我的原子 那时候我们在材料结构上的时候 就有介绍给大家看说 我们会看到void的formation 我们会 我们的原子会移动 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 等一下会看到void formation跟instruction 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跟大家说 就是我的electro-migration 我给它电厂之后 它做这个效应之后 因为我的电厂给它推动原子 电子流推动原子这件事情 一旦让我的interstitial的原子浓度 发生差异的时候 有一个bevel的atomic flux 来balance它 那就是concentration gradient所induced的 所以其实 然后当它达到steady state的时候 这total atomic flux included 一开始你给它electro-fill 跟后来导致于concentration gradient这两个 当它们达到steady state 也就是net flux等于0的时候 你就可以求出这个beta值 那我们那时候提醒大家 说beta值事实上是有正有负的 那我们怎么判定它 可以看到concentration gradient跟electro-fill 这两个像基本上都是具有方向性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好了 我这里的电厂事实上跟我的浓度 我的电厂是 我的电厂是 我的电厂 我的电位是这样做 但我的电厂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电厂的方向基本上跟我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是反向的 所以我这里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我的beta是负的 对不对 好 那beta负的基础就告诉你说什么 就是我的被推动的这个原子 interstitial原子 它事实上的方向跟跟什么 我的电流是这个方向 我的电子流是这个方向 就是我的原子事实上跟电子流是同一个方向 对不对 然后它也是到电子的哪里 anult对不对 那我们有讲到beta是负责或是什么 是vacancy对不对 beta是正责的话是vacancy对不对 好 所以beta有正有负 好 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如果是针对一个材料 它是一个纯的金属材料 里面就只有你跟vacancy 原子跟vacancy 那你这时候就会用到network constraint对不对 那anyway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怎么求到atomic flux 我们用的是vacancy 我们借由算vacancy的jv concentration mobility跟driving force 那driving force这里指的一样是betaV1 那这个betaV要怎么量的 我们有讲到说 它你就可以量那个金属材料的beta值 然后 然后它的负号 加个负号就是vacancy的beta值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em这里 大家记得beta有正负 怎么量的beta 在steady state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epma照concentration profile 然后跟电场 你自己给的 你就可以知道beta值是多少 然后这边有提醒大家说 什么时候是到steady state 也就是说 我对我这个材料给它电场 然后我可以在day零的时候 day one的时候 我去做一个interstitial atom的concentration profile 然后day seven 我就假设 day seven在我实验里面 我觉得它已经是很久了 第七天的时候 我再去做一次profile 如果这两个profile是不随时间而改变的 就是我的ji netflix等于0 那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我家那个电场 事实上刚好跟我concentration所induce 加电场所导致concentration的变化 跟concentration这样子的变化 这样子达到一个balance 我就可以求到这个beta值 对不对 接着就是 如果在时间上 你要怎么就是在 只有纯金属上面 然后它是纯金属上面 我们怎么求到atomic flux呢 那在刚刚最后的例子里面告诉你说 我可以借由vacancy of flux 所以可以求出vacancy的mobility vacancy of concentration 然后vacancy of driving force 那vacancy of driving force βB怎么求的 你就可以先量 用刚刚的那个方式 先量着这个材料的β 然后加一个负号 就是所谓的βB 好不好 那你就可以借由 知道vacancy of flux 你可以找atomic flux 那在这里的话 我顺便给大家一个comment 就是说在实验上 你很难直接 量的atomic flux 你通常会比较多的是 看到vacancy的formation 你看到avoid formation 或者是 你比较容易知道vacancy 因为vacancy可以用tm 或是一些sem的方式来知道 好不好 那atomic比较难 除非你有label那个 就是你除非有特别label 一些species 或者是你可以借由 就是掺杂一个 如果像这种纯金属的话 你要观察vacancy 会比的流的移动 会比观察原子来的简单 因为整块纯金属 不就全部都是 假设它是铝 全部都铝嘛 你比较难在实验上观测的 你没有办法像前面 这种interstitial 搞不好interstitial的原子 它还是别的composition的 那如果它是 跟matrix一样的composition 那你也很难观测 好不好 这补充的部分 然后在EM部分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重点是 任何一个材料 当它受到电厂 施加一个电厂的时候 它都有最 最有一个长度 那个长度以上 就会产生EM的damage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void 可以看到extrusion 那那个长度以下 你就看不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blash effect 然后我们还有提到 就是secondary的side effect 是那个current crowding 会在low density的 边边角角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看到void的formation 好不好 那blash effect 或show strip effect的话 那个l怎么求的 就是前面都有讲到 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上礼拜要讲到这一题 就是它是一个 我有一个旅 然后我给它一个电厂 然后大家可以观察到 它有个电流 然后他问你说 我要多久的时间才会产生 这样子的void 这个例子 那在这样的case里面 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是EM 所以这张讲的是EM 所以很自觉 很主观的 你就会觉得说 它可能遭受到 driven force只有EM 然后前面有讲到concentration gradient 所以有人问我说 老师这一题 为什么不用考虑concentration gradient 然后或者是它怎么 你不用考虑stress feel 因为它既然已经产生 佛语 表示这边有possible 有extrusion产生 probably 为什么我不用考虑 就是stress effect 就是stress feel 但未来其实 第二张会一起考的 所以未来面对到 这种atomic flux 也就是说原子的diffusion的时候 其实你们应该要 写出五个driving force 就是这一张的 第一个是concentration gradient 然后EM TM capularity 跟stress feel 所induced 然后一个一个看 有没有可能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照理说 有possible的 应该是第一个 就是concentration 所induced的 EM 跟stress feel 对不对 那有同学问我说 为什么在这一题里面 我们不用考虑其他的 那我之前的头影片就 之前的课就有提醒大家说 你们要不要试着算一下 concentration gradient 跟这样子的flux atomic flux 谁大谁小 那其实也不难算 就是你在这一题里面的时候 你是求EM的flux 那其实还有一项是什么 food diversivity concentration gradient food diversivity diversivity在这 concentration gradi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所以你已经知道 这个长度是这个 那gradient 你知道两年 你知道 你知道两年之后 它有这么多的void 它从这里消失 你可以假设它最高级 它就搬到这里来 最远 那你就造成一个gradient 那你可以算一下 这个值是多少 然后你可以相比较一下 为什么 就是在这一题里面 我们忽略它 你可以试着算一下 然后stress feel 这一项的话 在这里的话 就是一方面来判定 stress feel possible induce在这里面 但你可以看一下 这题目完全没有提到 就是ear stress 或是什么题目给你 就是它没有提供相关的数据 可以让你做concentrate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会 我假设stress feel 是可忽略的 所以这一题比较漂亮的写法 未来它出在第二章的时候 应该是concentrate 经过计算之后 可以conference你concentration gradient 其实它能compensate 其实很小 也就是concentration那一项很小 跟stress feel很小 所以我就只计算这样 所以未来在一个题目里面 你要先找出可能的driving force 然后再一一判定说 它可能有那个flux 但是那flux的足以 影响你要的这个结果 它在atomic flux上面的contribution 是多少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在EM这里 我们有summary说 compare to第一章的后面 第一章后面我们讲的是 electrical feel 跟temperature gradient 的coupling的影响 对不对 那那时候我们讲的driving force 是什么 是负的 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修正 在EM里面我们 当我们在探讨 electrical feel 跟atomic flux的时候 我们这个这里要修正 叫beta effective charge 所以我的mobility concentration 跟driving force这里的driving force 也要做修正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讲 thermal migration的部分 那可以expected 我的thermal migration的driving force 一定也会跟第一章后面的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T有所不一样 又有一个修正的项 好不好 然后一旦你知道 那个driving force之后 你也可以formulate 它的atomic flux induced by temperature gradient 好不好 那这里就是 要跟大家说 当 当我的系统里面 存在thermal migration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要修正 你的atomic flux 那我有提醒大家说 不管你有几个driving force 一定要找出来 然后他们的atomic flux 也要相加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那在这个thermal migration这里 这个是帮大家的summary 那我们先进内容 然后上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我再很快的go through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有solder bond 就是焊点 焊息的这个焊点 那它基本上 它焊息的作用就在于 帮助电流 就是帮助电流的 它作为电流的接点 所以就说上面是silicon chip 然后下面是我的copper substrate 那copper substrate主要是把 那这个焊息在这里 它就帮助电的供给跟传递 所以我的 我的silicon chip 它的电从哪来 就是说它借由这个solder bond 到copper substrate 那那时候有提到说 在silicon chip 在尺寸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 它的线宽 截面积也会越来越小 那在copper substrate这里 这里面的线 接线 接出来这个线 它通常是用电度的 然后它这主要 copper substrate的主要功能 也是一方面也是 就是做散热 所以这边的线 就是线宽都会做的比较宽 然后截面积也比较大 所以当我通一定的电流的时候 上面的current density 就会远大于下面的 那current density很大的时候 就会有joel heating的效果 也就是说上面会很热 下面温度就会 相较于上面下面温度就会比较低 就有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所产生 那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焊息 它上面它会遭受什么 它遭受两端 有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此外 它有通这个 电 所以它有current 那我的electron flow 就是它反方向 那基本上它就有这个 它有electrical fuel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这solder棒 同时遭受几个dry impulse tm跟em 对不对 那在这2006年这篇paper里面 它为了要说服大家说 事实上tm temperature gradient就已经足以 就是导致mass transport 所以它做了两个solder棒 在这个旁边 那这个两个solder棒 跟左边两个不太一样 它是没有通电流的 那它单纯摆在这里 但它会受到temperature gradient的影响 那因为它 它是假设是一根chip 跟我的copper substrate 它的simal conductivity都非常的好 我摆在它旁边 上面的温度 就跟左边这个bomb 上面的温度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也跟下面一样 但这两个solder棒 它就没有current的影响 所以我就可以端独 看这两个 对这样子 这个solder棒的composition 对这样温差 的影响 当我给它这样的温差一阵子之后 我看一下里面的原子 也就是lead跟team的分布 before跟after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有稍微提一下说 这样的solder棒主要是因为 它希望它在制程的时候是第一文 所以选择lutatic point the composition at the bottom 然后上面 majority的 majority的部分 它选的是lead reach 那这就可以拥有比较高的melting point 所以整个composite的solder棒 就会可以耐比较高的温度 那before的时候看到lead的reach跟team reach的地方 就as我们design的部分 但通了 但过了一阵子 我给它一个温差 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 就可以发觉我的team 登登登登 跑到了高温暖 high temperature side 然后我还留下一些void at the bottom 所以从这里 因为在这个case里面 其实没有current go through这个solder棒 所以这个效果 单纯是因为temperature gradient 所induced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evidence showing that 就是一个mass transport 像是team这个atom 它会from low temperature toward to high temperature 这是against temperature gradient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那在这片里面 它有做更深入的探讨 探讨什么呢 如果你比较这两个 跟这两个 你就会发觉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什么是 这两个 它们是同时有温差 又有同时有electrical field 然后这两个 基本上是 一进一出 所以这两个current的direction 或是electron flow的direction 是upside direction 所以你就这两个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电流给的方向 那你可以看到这 你可以也观察before 它before也长这样 那after 你可以看到它的void在哪边 然后它的原子的分布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知道说 电流的 当电流跟 当电场跟温差 两个driving force 同时存在的时候 各自影响是什么 那在实物上面 在真实的材料上面 应该说真实 operate的device里面 它一定同时是找有 一定是同时遭受current electrical field 跟temperature gradient 但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control 你就可以遭受 temperature gradient的影响 跟current electrical field的影响 然后在接下来的投影片里面 在这一张的最后面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说 电流方向相反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可以帮助你们 知道一些事情的 好不好 在今天早上的课 就刚刚的课其实有讲到 那我们等 等一下我们跟着说 就是接着投影片讲 会再说一次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例子 要跟大家说 我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求它的atomic flux 可以吗 好 那我们要一样有假设 我有一个dialued solution of interstitial component 1 这里有一个dialued 就是希望你在这个 这个moment里面 你可以稍微 ignore一下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f interstitial atoms 好不好 然后interstitial component 1 然后它在一个这样 temperature gradient下面 所以如果要你写 possible driving force possible的flux 你会写什么 有thermal gradient 所以你会写的heat flux 然后heat flux 有可能会导致于atomic flux 所以你可以interstitial 这个原子的tomic flux 所以heat flux 这里会obey forrest law 所以你就直接写 负的kapa temperature gradient 可以吗 这是obey forrest law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之前过去第一张写的 就是 LQQ 然后direct coefficient 乘上direct driving force 加上coupling coefficient 乘上coupling driving force 但heat flow不是我有兴趣的 所以我直接把它写成一个 forrest law的结果 然后这里是interstitial tomic flux 是我有兴趣的部分 所以我就照着过去写的就是direct drive by food 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然后另外一个是coupling coefficient 乘上coupling temperature gradient 所induce的这个temperature的driving force 然后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下一系统是什么变 是温度变 然后我感觉上 我就可以轻易写出 这样子的atomic flux 那感觉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其中有一个 必须要指出的 写出两项 通常我们会想说 这两项通常是单独调控的 不应该互相有关联 但我们的chemical potential 这个 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food 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或是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它跟温度有没有关联啊 什么叫chemical potential mu1 1号同学 也就是说我家1号同学 进到这个alloy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alloy的total gives free energy 增加了多少 我就叫做chemical potential mu1 然后在这个成分下面 chemical potential mu1 那大家觉得 我在200k加进去 跟300k加进去 跟600k加进去 它对这个系统 total gives free energy的增加 会是一样的吗 答案是不会对不对 所以chemical potential 事实上会跟浓度 跟它的温度 事实上是有 当下的浓度跟温度 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不同的浓度跟不同温度 都会影响到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拆成这样的turn 固定温度 然后改变浓度 加上固定浓度 改变温度 然后total chemical potential 就是这样的加种 然后我尝试的 那我把它画成这样的 有个优点是什么 当我把它带回来这里的时候 温度的turn就可以跟后面 这个turn combine在一起 然后我就单独 只要讨论浓度 所以就成功地把atomic flux 变成浓度变化 再加上温度的变化 就很清楚的把这两个变因分开 否则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里面含着浓度跟温度 就是couple的这种效果 其实对于我在解这一题的时候 是会造成极大困扰的 所以我们要让事情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来试着就是解这个部分 把这个式子 对 如果是我只考虑到 一维x的话 对x做偏维 你就折到gradient 然后这个抄下来 gradient c1 浓度的gradien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话就是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我等一下再看后面 我们先看前面这个 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对浓度的gradient的变化 还记得有什么关系吗 在instant relationship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推导到这样子 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跟concentration gradient 中间有一个kt除以ca的关系 所以把这个移到左边来的时候 就变kt除以ca 所以这里就等于kt3 c1 因为这里是一号同学 所以我就成功的就把它变成了这个浓度 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个turn 然后接着我处理就是温度这个 chemical potential对温度的变化 其实大家过去也学过 chemical potential在这里 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a是当我加一个a的时候 ab alloy gives the energy的增加 然后你可以把它写成 纯的a加上kt log xa 那后面这一下你又可以把它改成 负的tsa bar 那sa bar其实是负的k log xa 这个是指的是partial atomic entropy 但不管怎样你可以在我的chemical potential 对温度的变化其实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怎样 这个整个事实对T做偏微 就后面只剩这一下 那如果你把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负的sa bar 所以这里就变成负的sa bar 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chem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把它decouple成一个concentration gradient跟temperature的gradient 然后整个带进来这里 然后concentration gradient就在前面这里 整个超过来一模一样 然后后面temperature gradient就跟temperature gradient combine在一起 所以我的interstitial这个atom1的flux就可以改成 前面是concentration的这个项 所以就变了full的diversivity concentration gradient 然后后面这一项 有包含这个乘上这个减掉这个对不对 那我为了要在课本上面就建议说 为了要让就是好挤 所以后面这一项叫做mobility concentration 然后driving force这里 driving force就是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除以t 然后再乘上一个qtrans 这个叫做heat of transport 所以在这里我就把一个interstitialatom diluted interstitialatom的atomic flux under temperature gradient把它写成浓度的gradient 加上一个temperature的效果 temperature所induced的成果的贡献 可以吗 那这里的话就是就跟过去 大家也不会太难记 因为就是mobility concentration driving force 那driving force就只是跟过去 在地上后面的时候多一个heat of transport 这一个turn 那heat of transport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乘上这个 然后减掉这个 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driving force 就被修正成这样 然后此外有同学问我说 那老师你这边的 就直接写fulldiversibility concentration gradient 你都不管它了吗 我对于l11是什么 在这个moment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我只要知道 到最后我量的concentration多少 我乘上我的diversibility 我又知道是多少 好就可以直接写我的j1是多少 我不用知道l11是什么 你这种可能性 你需要找l11 就是说我不满意 我现在这个材料的atomic flux 我想要换 那我就想要知道说 这个材料的atomic flux 这个intrinsic material property l11是跟什么有关的时候 我就需要换掉 我就知道需要解l11是啥 那其实你这样一看 就知道它跟diversibility 跟concentration有关 还有跟温度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不染化基本上 我就是我通常就是 一旦选定材料之后 它diversibility就固定了 我只要量它的concentration profile 就知道atomic flux是多少 好那我们来接着来讲这个 这个就是heat of transport 这个它等于什么 它是一个coupling 除以direct coefficient 然后减掉t 乘上partial atomic entropy 是这样子 好不好 然后再 大家先接受这个 是heat of transport 在后面两页的时候 我会针对这个turn 再做一些说明 说具体说什么是heat of transport 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比较有兴趣的atomic flux 这个interstitial atomic flux 一开始的故事 接下来这一页是要跟大家说 我怎么样求出heat of transport q trans的这个值 那它的概念就跟前面em很像 就是说我一开始interstitial atom 因为它是逮流的 所以我假设它在我的材料里面是uniform distribution 然后所以我就可以写出我的atomic flux 是concentration的项 然后跟temperature gradient 所induce的这个contribute这个项 那当我给它温差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原则profile变成这样 那你可以expect是怎样 我有一个atomic flux induced by temperature gradient 是往右嘛 所以它才会变成右边比较高 浓度比较高 左边比较低 所以这atomic flux一定是等于这样 然后如我们之前说的 一旦浓度在空间上有不同的时候 表示chemical potential有variation 所以会有一个beward的atomic flux induced by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就是full diversivity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当这两个atomic flux加总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profile net flux等于0 也就是说这profile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这浓度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的时候 我就可以求heat of transport 那这个heat of transport怎么求呢 概念跟em求β值很像 就是说我给它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我在day 0的时候 跟day 7或day 14的时候 我量这个interstitial原子的 concentration的gradient的时候 我发觉它没有随时间而改变 那我就把这个值这个值 然后全部带进去 我就可以求到这个heat of transport 这个值是多少 你就可以决定 那从这里说 你知道怎么求heat of transport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 你应该发觉到 看起来它heat of transport 是有正负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有个gradient跟这个gradient temperature gradient跟concentration gradient 它看起来会影响heat of transport的正负 那其实前面也有预告说 我刚刚的那个team 事实上是从低温被推到高温 against temperature gradient 对不对 所以就其实暗示你说 就是其实原子有可能是从低温被推到高温 或是它从高温被推到低温 都是有可能的 那它是哪个case 事实上就跟heat of transport这个sign有关 是正还是负 那我们来根据这个结果 我们来画几个图 那请同学拿出笔来 也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 我现在 我刚刚在讲temperature gradient的时候 我没有跟大家说 我的temperature gradient是怎么给的 是左高右低 左高右低 还是右高 左高右低 或是右高左低 没有讲嘛 那如果我现在假设 它是temperature gradient这样给 那这个斜率就跟这个斜率 gradient是一样 都是正的 所以heat of transport这个时候会是正正负 所以heat of transport是负的 那原子原来在这里 它被推到这里 所以它是against temperature gradient 它从低温被推到高温 那如果是反过来呢 这个是负的 然后temperature gradient 这个这个是temperature gradient是负的 这是正的 所以负负的正 所以heat of transport是正的 正的告诉你什么 这个原子还是从这里被推到这里 这里推到这里 所以是高温被推到低温 所以它是along 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heat of transport的正的意思告诉你说 我原子被推到低温 然后如果heat of transport是负的告诉你 我原子被推到高温 against 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heat of transport正负可以给你一个sign 给你一个hint说 我的原子到底是被推到高温那一段 还是被推到低温那一段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 我如果被推到高温那我低温就形成void 那如果被推到低温高温就形成void 所以还是那件事就是我怎么被什么东西被推到哪里 那里就是会留下来的东西就会有void的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一页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heat of transport的意义是什么 就根据刚刚我们推到的结果heat of transport 它事实上是一个coupling的coefficient除以direct coefficient 在减掉t乘上partial的entropy atomic vet entropy对不对 这个很难说它的意义老师 所以我们在这里课本上就给你一个例子 他告诉你说 他希望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heat of transport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component1 diffusion alone a long bar 就我现在有一个原子在一个 在一个棒棒里面做diffusion 然后现在这个棒棒它放在一个等温的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没有temperature gradient的 但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写出flux 你可以成功写出atomic flux跟heat flux 为什么 虽然delta temperature gradient等于0 但还有一个chemical potential这个turn 所以在这里atomic flux direct drive by chemical potential乘上direct coefficient 然后这对它来讲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是个coupling的coefficient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这两个 我如果想要尝试解释heat flux 的话我就把这个 然后我的负的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换成j1除以l11 所以j1除以l11乘上lq1 对不对 然后你又知道刚刚你又知道lq1除以l11 就是heat of transport被推导成这样 那l1q跟lq1事实上based on Osaka symmetry 它们两个相同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式子移到左边 就heat of transport加上ts bar 然后整个式子再乘上j1 所以你就可以拆成这两项 就是ts1 bar乘上j1 加上heat of transport乘上j1 所以我的heat flux有两个贡献的 哪两个贡献的 然后一个是heat flow caused by flux of entropy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是什么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几个原子 diffuse过去 然后每一个原子 有几个原子 有五个原子 然后它乘上ts s是entropy 一个带多少 entropy在乘上当初的温度 也就是说每一个五个原子 然后每一个原子带多少 扩散的时候带了多少的热 它就会贡献给这个heat flux 所以heat flux caused by the flux of entropy 那这entropy是原子身上带过去的 好吧 原子上带过去的热 那heat of transport 然后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一项写成这样子 partial as partial c1 也就是说我单位 单位concentration的gradient会造成我的entropy上面的变化 这主要是entropy的影响 所导致的heat flux 但我的heat of transport在这里的意思呢 如果你把这个式子处到下面来 你就可以知道我的heat flux 我的heat of transport其实它是一个coupling the term between say between我的heat flux跟我的atomic flux 所以它是一个coupling term betweenatomic flux跟heat flux 或者说heat flow 所以我的heat 从这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说明什么是heat of transport 它是一个我的原子的atomic flux跟我的heat flux的那个中间的互相影响 那个coupling的turn就是我的heat of transport 可以吗 那它跟entropy事实上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coupling的turn 好不好 也就是说我有 你也可以说就是我有单位的atomic flux会造就多少的heat flux 因为把这除下来就是单位的atomic flux会contribute多少的heat flux 就是这个coupling turn的意思 就是heat of transport 好吧 好 那接下来就是sign of heat transport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前面刚刚大家知道我的heat of transport的正负 事实上就是给我们一个idea说 那个原子到底被推到哪里 那在这里其实也是说明刚刚那件事 好不好 那我们只是假设现在我的temperature gradient会长这样 我右边是axe然后面对temperature gradient 左边高右边低 所以这gradient其实是负的 这个是负的情况之下 我的heat of transport如果是大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这是负的是正的 那这边一定会是正的 我的atomic flux正的就告诉你 它这个方向atomic flux是往右 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右边是设为正的 atomic flux往右 所以如果你要画出你的concentration profile 原来是长这样的 因为concentration profile会长这样 因为右边比较高 那如果是我的对不对 然后我会我的原子会从这里被推到这里 所以它就是高温推到低温 所以Q大于0 没错跟你刚刚认知是一样 那如果我的heat of transport是负的 刚刚的负的是告诉你什么 你先不要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负的 这是负的 然后temperature gradient也是负的 所以负负负还是负 负的atomic flux告诉你 你在这个系统里面 atomic flux是往哪 往左 因为这里是右边是正 所以往左 那我的原子是从低温被推到高温 所以against temperature gradient 真的就是你刚做的认值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heat of transport 有很多角度可以说它 但如果我知道它是正的 就告诉你说我的原子 我有兴趣的那个原子是被推 被推到低温 然后如果它是负的 就它被推到高温 那当然Voy或是Vacancy 就留在另外一端 可以吗 所以这原本是要给大家 就是做的练习 好不好 然后 你们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当我interstitial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浓度是固定的 然后我给它temperature gradient 可以是两个方向 然后这个材料可以是 heat of transport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负的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分别画出 它如果是负的 或者是正的 它后来的concentration profile 可能会长怎样 好不好 这给大家做练习 等一下就是 找一张A-Force 自己画画看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这件事情 好 帮大家做个summary 好吧 就是 Simal Migration这里 我们修正了driving force 会多了一个heat of transport 所以你既然会有它的driving force 所以Mobility Concentration driving force 也被修正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